长度之类 第七步啊 我们现在调第七步 第七步是锡盘 锡盘 与皮带面 平行啊 第七步是锡盘 锡盘与皮带面啊 平行 第七 我看他一样的 第七是在 这脚脚落 因为纸小了之后 我们第八步是调长度 推向的长度 左右条件 就是这个推向 推向的长度 它这个是调的 也是实际的 直向的长度 但是它在长度之外 它是在长度之外 它是稍微长 比纸身稍微长一点点 第八 我们第一到八步调完之后 我们第九步就是开始微调 第九步微调 点到 屏幕这里有一个单步启动啊 我们点到单步启动 是单步启动这个画面啊 然后把主板立起来 眼力小时候我们干嘛 第一个是点 启动 这个是确认啊 我们单步启动 说行的第一步是确认这个 冰箱啊 这个平行方杆 它是冰箱是一起的 我们这个边还是跟这个边完全 往前走这个位置啊 然后第八步 这个位置啊不能贴太实了 有一个一个毫米就一毫米了 一个毫米 我们调完之后这里的固定啊 啊 这里的固定的锁 在那里把它锁一下 让它不要松动 这个位置啊 好 这一步确认完之后 我们就点下去 下一步是 点一下啊 下一步确认 下一步是确认我们这个 宽度合适吗 外盖集中啊 外盖集中 这里啊 我们用手去确认一下两个外盖 这个格上来是不集中啊 他如果不集中 就是一边多一边少 我们还需要调一下 调第七步 第七步的话你等一下 这个要 这个要 如果这个步 如果这个步 这里有个手锁的时候 他不需要我们用手去滑一下 好好好 调一下 调完这个这里有一个 对 这里一个 这里有个锁锁呢 要把它锁死一下 等一下 他知道 你再下一步 这里啊 这个是锁进去过的 对锁紧之后 再下一步 对我们再点下一步 他就锁起来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为什么皮带没夹紧啊 皮带不要夹太紧 现在就是皮带松了 我们再把带紧一下啊 这只箱太薄了 这只箱太薄了 还没有呈现力 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指向了 一个就是说新的规格指向拿过来 就调试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另一个指向 开始走一个 走一个自动啊 这里有个自动电量 我们把它设为一 这里有个自动电量 设为一 我们先走一个 看看效果 如果效果OK的 后面就可以批量生产了 啊 您再带给 这只剪 我们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机器可以打开状态 我们一定要先拍一下这个机顶啊 一定要拍下去 这个机顶一定要按下去 机器它才不会动 我们去手动这里它才不会动起来 我们把机我们把指向这样 先把指向折成齐齐的样子这样推进来啊 我们把指向这个塔都是把 整成型的样子推进来 推这个位置啊 推到这个位置第一步啊 调这个皮盖的宽度啊 也是一样的啊 这样调对我们这样 你可以用手这样推来 我推它就是很松 我们这样摇的时候 它这样推不动了啊 推不动就可以了 对推不动就紧了 然后我们就是第二步高度 我们调这个高度的时候 用手用手把这个盖子压平啊 把它压平 把它压下去压平之后 我们摇这个高度 摇的时候用眼睛去看啊 留一点点位置就好了 也是留个两个毫的间隙就好了 这里高度留个两个毫 然后这里指向已经确定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机灵 扭出来 给一下启动 如果说它如果启动之后 这个指向是没有走的 我们把皮的再加紧一点 好 非常好 谢谢 感谢观看